带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仓鼠饲养箱 昨天呢我把两窝带小仔的母鼠都搬到这两口缸里了 看上面有很多小脚印 他们昨天晚上在这边玩了一个晚上 现在应该在里面睡觉 我们打开看看 一只鼠妈妈和一窝小鼠仔 昨天晚上刚放的 他们就已经适应了 知道这上面是他们睡觉的地方 然后后面那个去看一下 这个原本是波波和熊哥住的 然后波波和熊哥被我放到其他地方了 因为他们两只鼠占了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感觉这个箱子应该给更需要他的熊猪 这是一只鼠妈带了一群的孩子 原本是住在一个亚克力笼子里的 我觉得亚克力笼子太小了 然后像这样的空间的话 会比较适合他们一点 看看鼠妈妈在门口 看一下里面都是他的孩子 下面还有一只 这边的土本来之前是很多的 被我挖掉了 挖掉所以看上去不是很多 他们直接从这里一上 这里面还有一只 像这样一群 这样一窝小鼠仔 在这里面生活的话就 空间非常空域 白天的话可以下楼挖土 玩泡轮 吃吃喝喝他们就不会特别烦恼 之前待在小笼子里 待在亚克力笼子里 他们经常是会啃笼子 然后会很暴躁 然后在这口缸里呢 你看上去就不懂得暴躁 他们就感觉住得很舒心 心情就很平静 不会很暴躁 小鼠仔呢 也可以充分的探索 到处探索 然后在里面玩得很开心 后期我会拍一些 他们在这个饲养箱里面 生活的情况啊 生活的一些 有趣的画面 一家人住在这里面 都开心 然后我介绍一下啊 这口缸对比亚克力笼子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看看我用过的几个笼子啊 这个笼子呢 你看用了几个月 已经被啃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洞了 然后就是一个 喂食操作的时候 进去和他们互动比较麻烦 要开门啊 开门 开门呢 然后这个口又很小 你看这个手伸进去就很不方便啊 一是不耐用 第二个是跟他互动不太方便 第三个是 这个盆太浅 电量要频繁更换 三个缺点 然后是下面这个玻璃呢 这么乍一看 那好像玻璃带框架 这玻璃的好像也挺坚实啊 但是它的框架不是玻璃啊 看看 这个用了几个月以后 也被啃了一塌糊涂啊 除了玻璃的部分 这个仓鼠它都能啃掉 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个呢 虽然说长度它也是很很窄 才45 45公分长啊 40基 但是它是有三层的 一二三三层 上面居住区域 下面这边是吃饭娱乐啊 在下面是挖掘区 这空间就非常大 它上面呆饱了 可以去下面玩 下面呆饱了又可以去下面 它可以来回的探索 这样它就不会很烦躁 它也不会啃 像我们这个融资的话 你看它从来都不会去啃它啊 一个妈妈和八个孩子啊 住在这里面 八个孩子 他们白天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房子里睡觉 晚上呢都会出来活动 然后看看这边这个 这个也是一群孩子和一个妈妈 妈妈啊 孩子 这口刚刚呢是60基的 这样的话空间就更大一点 这个我们操作跟他们互动 你看这个空间是这么大的 你看这周固很舒服 不需要开门 手直接就伸进来了 而且就在我们面前 然后这么观感的话 是非常通透的 不会像亚克力或者玻璃什么的 前面有一层雾满满的东西 挡着看不清他们啊 那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啊 然后用这款箱子 主要要注意的是 嗯 要训练他们上厕所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不然它会在边角上撒尿 我看到了啊 也没有点黑 但是问题也不大 拿个抹布给它擦干净啊 也没没说它太大问题 这个箱子也用了 也用了挺长时间了 你看它是不会去啃的 没有一点点啃咬的痕迹啊 它完全不会啃啊 因为它这下面活动的空间太大了 它不需要啃 他们啃笼子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扩大空间 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洞里 也是这样的 他想要把这个地洞扩大呢 就不断地就啃了咬蛙 然后让它能地洞扩大 然后它在笼子里呢 它以为也是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扩大它的生存空间 所以它会平面的啃笼子啊 像在这个这样的一口土缸里呢 它空间非常充足了 上下探索的区域很大 它就不会去啃笼子 然后再说一下 这这款钢呢 适合的人群是 呃养仓鼠的进阶人群啊 就是之前用过铁丝笼 用过雅K笼子啊 他们都感觉 呃不是他们想要的 那可以升级成这款 这款的价格呢 可能是亚克力笼子的两倍啊 比如说因为我这个空间也是很大嘛 空间很大 然后东西很多 这个玻璃呢 是超白超白晶晶玻璃的啊 比普通的玻璃要通通 如果大家有喜欢这款笼子的话 可以联系我啊 行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思想箱用了一阵子啊 整体用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小鼠子在里面生活的也非常开心 看下面都是他们生活过的这个痕迹啊 洞里面还住了一只 整体都是非常的好 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小鼠子喜欢在这个角落里撒尿 我已经擦了很多次了 但是他们一人在这个角落里撒尿啊 呃光擦呢 可能治标不治本啊 今天我打算给这个饲养箱 再做一个改进 我打算在这个部位开一个孔 然后下面做一个厕所 让他们直接能钻下来 就在那个厕所里上厕所 然后这个厕所是可以抽拉的 这样的话可能能解决 他们喜欢在这个角落里 上厕所的这个毛病啊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房子啊 白天都在里面睡觉 他们基本上是晚上才出门活动的啊 都在里面睡觉 这个估计饿了 嗯 饿了出门找吃的 这个 他们其实也是很聪明的啊 你看这上面这一层 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 从来没有找变的 你看里面都是非常干净的啊 只有一些他们的大便 大便的话是比较干燥 不会臭啊 就是这个小便的容易臭 下面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进行升级吧 先把这上面的东西给他撤下来啊 把他们先都给搬出来啊 拿掉水壶 然后卸一条泡轮 把这个笼子整个搬出去 先把这个小楼梯给卸了啊 非常简单 就两枚螺丝 我们把脏的部位清理一下啊 先把螺丝给卸了 把这块板整个取下来 木头的饰养箱最大的便捷之处 就是可以随时的进行 对它进行升级 好嘞 这样子就完成了 嗯 整个处洞里 看一下 现在这样的话 他们上厕所就非常方便了啊 我走 不用跑到下面去上了 直接在二楼往那里钻进去 装上尿砂 然后往这里的钻进去 哎呀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进去上厕所了 真好看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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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样 这个 这个 仓鼠饲料箱就更加的完美一点了 下面还有一个厕所 不用再怕他们把这个角落给尿尿湿了啊 之前就是有网友担心 说这个地方我们这个 上面的这个木头部分是直接架的上面的 他们担心这个会不会掉下去 现在有了这个厕所的话 你看 它是靠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推的话 它是不会掉下去的啊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一般是靠墙放的 靠墙放的话 后面是墙 它也会 它也不会给它推下去啊 好 然后 现在 有了这个设计的话呢 它就更加贴实了 更加合理了 又有只小熊下去上厕所了 嗯 又下去了 它好像特别喜欢这个迷你基地啊 行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